前几天确诊案例案430、431以及432 从国外返台之后确诊了新冠肺炎 打破了台湾连60的确诊 让国人非常失望 而对此防疫医学荣誉理事长王仁贤就认为了 台湾对于欧美返台的民众 一直以来都是采取比较宽松的入境管制措施 即使是有症状也能上机 不过对于滞留在武汉的台人呢 却是持续的助记 禁止他们以散客的行事回台 如此的双重标准 他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 王仁贤还强调说 目前中国已经逐步解封了 且是疫情趋缓 要赶快取消助记在武汉的台人 一视同仁 同样返台 但从中国武汉回国 必须搭乘指定班机 穿搭防护装备集中检疫 但对比从其他国家入境 哪是想回国就能回来 持续入境时 如是填写健康声明书 不少人议论这是双重标准 好像有双重标准 都是台湾的嘛 那应该都是 就一样的待遇才对啊 这交给专业的人评断吧 我们也没办法说 多做些什么评论啊 对就是顺时都 可能对于发源地 跟后续被 其他被感染的区域 那可能政府有不同的想法 武汉比较严重吧 而且它是发源地 欧美的话就 他们的疫情就不会隐瞒啊什么的 中国武汉被视为 新冠肺炎疫情发源地 台湾在2月3号启动第一批包机后 2月25号 主会中心就把滞留武汉的台人 全数助记 禁止以散客方式回台 对照欧美返台的国人不设限 但光是华航一架 从纽约返台的CI-011班机 就有12人确诊 近期案430-431-432 带着症状搭机回台 跟打破台湾连流零确诊 让专家呼吁 别再替武汉台人贴标签 这个对武汉的台湾人来讲 基本上是不公平 中国大陆他们都已经开放了 你为什么不相见中国大陆的 过了这个疫情以后 就必须把它除掉 尽管指挥中心一再解释 对新冠肺炎疫情发源地 必须踩高标准 但人道防疫双面认 争议难题短期内恐怕难解 解诚续续绕特报道 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